你们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 它的上升高度有多高吗 以及它为什么要上升这么高呢 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杆下方的这些建筑 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首先率先说一个在网上传播最广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 它的上升高度啊 就是很多网上人们说啊 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啊 它的上升高度是28.3米 那么为什么是28.3米呢 很多人都说啊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呢 是1921年的7月份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呢 是1949年的10月份 中间呢正好相差是28年03个月 所以为了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艰苦岁月 所以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啊 只上升到了28.3米 那么这个说法真的就对吗 实际上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虽然说这个说法是比较好的 但是事实它确实并非如此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到底实际上咱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杆啊 那么它的高度啊是为30米 那么中国的国旗法中第18条就明确规定了 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 升起时必须将国旗上升到干顶 大家可以看到啊国旗就在干顶呢 换言之咱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国旗的上升的高度 与这个国旗杆的高度是相同的 都是30米 而并非网传的28.3米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 那么现在是30米 那么以前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 它的上升高度也是30米吗 实际上并不是的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杆啊是更换过一次的 而且它也只更换过一次 在1949年到1991年之间 当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杆啊 它的高度是22.5米 换句话说 在此期间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 它的上升高度啊是22.5米 那么在1991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时 这个新国旗杆含地下部分总高为32.6米 那个新国旗杆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国旗杆 那么它的地上部分的高度是30米 那么地下部分的高度是2.6米 当时啊 更换国旗杆的原因啊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的 一是以前的那个老的国旗杆啊确实是有些老化了 事外记得以前的那个老国旗杆啊是用这个自来水管焊接的啊 时间久了确实是比较容易生锈的啊 那么第二呢是因为上个世纪末期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一带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呢 这个有汽车走到这一块啊 就是北京大名鼎鼎的长安街 那么长安街上的高楼啊是一座座的拔地而起 那么22.5米的国旗杆啊 它的高度明显是有些低了 所以呢就基于以上两条原因 在1991年的时候呢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旗杆呢 就更换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国旗杆 一直运到了今天 所以自1991年起至今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魂旗啊 一直它的上升高度呢都是30米 实际上在1991年改建后的这个国旗杆基座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现在呢咱们去前面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这个国旗杆的基座 是有56个这个同端 然后呢用铁链把这些同端呢连接在一起 然后围在国旗下方 这个寓意着是56个民族手拉手新连星 围在国旗下方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些国旗杆 这个同端啊 看啊都是用这个铁链 连在了一起啊 然后再往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是5米宽的这个绿化带啊 一共是有4块 这个象征着四季长青 也象征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啊 是欣欣向荣 然后再往里面呢 是2米宽的褐色的花岗岩 咱们看一下啊 就这一块啊 就是红褐色的花岗岩 这个象征着人民江山万代红 那么在这里呢 率也期待中国未来的发展啊 是越来越繁荣富强 中国的老百姓呢 也生活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幸福 行 那率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北京天安盟广场上的这个国旗 以及下方基座的简单的知识啊 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我是帅 目前呢 就在游览中国的名声古迹 目标呢 是环游世界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哎 你们摸摸的 拜拜 拜拜